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外点的实验室 今天我们来研究研究这两瓶土 当然 这并不是两瓶普通的土 里面的东西一定会让你惊喜万分 接下来我们把土倒出来看看 到底里面藏的什么宝贝 哎 我们的主角现身了 哇 好肥的一只大毛毛虫 白白的 肉肉的 是不是长得很可爱 你们敢把这玩意儿放手心里吗 接下来把另一瓶土也倒出来 啊完了 重重掉地上了 希望不要摔伤了 还好还好 皮没有摔破 这一只比刚刚那只要大伤一点 来 仔细瞧瞧 硕大的身躯 有力的大嘴 脚却只有那么一点点长 那么这种肉肉的虫子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揭晓答案 这种甲虫大家都见过吧 它的名字叫独角仙 工虫头上长了一个硕大的鸡脚 非常威武 母虫体型要小上一些 这种甲虫类宠物在日本非常流行 近几年在国内也慢慢流行起来了 熟悉爬虫的小朋友应该对这种甲虫不陌生吧 现在回到我们的主角身上来 相信大家应该也猜到了吧 这就是独角仙甲虫的幼虫 全名叫做奇草 这堆土也不是普通的土 其实是它们的食物 是用木屑经过发酵是成的 野外的独角仙幼虫通常生活在树洞里 靠肯视腐兰的木头为生 它们能把树木咬得稀巴烂 是主要的灵野害虫之一 现在得把我的桌子收拾收拾了 然后让这两只肥嘟嘟的大毛毛虫 表演一个绝火炖地树 然后让他再连带一个大毛毛 然后让他抢下一个浓州 放下一个浓州 烤水 蛋白头 锅 掃的 鱼 鱼 搅拌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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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几分钟就已经钻到了瓶子的底部 接下来我会好好喂养这两只虫子 等它们化涌 最终成为威武的甲虫的时候 再给大家看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下饭 那么给我点个赞 应该不过分吧